主要跟大家講一講 上星期六 即是12月12日 梁繼昌議員在二號房開會的時候 在那個 栽那個電腦的鍵盤那塊板裡面 有些污漬是放在他的身上 正如大家知道我們拿去化驗的 因為今天下午 化驗的結果就回來了 所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首先上星期六 我們發現了污漬之後 我們首先將它拿去兩家私人化驗所去化驗 由於我們懷疑會是糞便 所以它們化驗的主要方向就是所謂的種菌 即是找一般在腸道裡面會有的那些菌 它們去培育 做了幾天兩個化驗所回來的報告是沒有的 即是說通常如果在排泄物裡面會有的那些菌 是驗不到出來的 另外上星期二 行股會開會的時候 也都有議員提出 是建議我們拿去尋求政府化驗所 那個叫做 還是幫我拿著 叫那個叫法政科 法政科 即貿易科協助 幫忙 因為它們可能會驗成 那些成份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 星期二我們也都把那些樣本 是拿去政府化驗所 政府化驗所的報告 今下午也都回來了 它的報告也都是認為 那些污漬是排泄物的可能性很小 它用unlikely的字 它的報告是unlikely 它發現那些污漬其實是凝固了一些固體 就是咖啡式的固體來的 它們去化驗裡面的成份 就找到一個叫做Urea formaldehyde 叫做尿甲醛樹脂 Urea formaldehyde 這個東西一般是用來做黏木料 那些膠裡面會有的 就是做木的時候 然後我們黏合那些木料 那些膠就會有這個東西的 是一種叫做 我先看看 是一種叫做合成的罪合物樹脂 尿甲醛樹脂 Urea formaldehyde 所以報告出來 有可能這個是一種做木師傅所用的那些膠 那我們看到這個報告之後呢 被書處的同事就去回那個會議室 就在其他的座位的那個同樣的位置那裡嘗試 看看有沒有這種物質在那裡 那我們剛才呢 這個是今天做的 我們用白布去抹 那因為呢 上次星期六發生事件之後呢 就這幾天呢 我們的清潔的工人呢 都是一路清潔得很徹底的 但是這樣呢 我們也都在另外一個同樣的位置 就是在鍵盤的那個架 那個角那裡呢 也都抹到一些東西出來 那顏色呢 就接近 就是跟我們上次星期六發現的那些是相似的 那當然現在我們沒有 就是 不能夠說是有一個百分之百的 肯定的一個結論呢 說梁議員 當日就是所 就是弄髒他的衣服 那個是什麼 但是似乎兩邊的報告 就是私人化驗所的報告 和政府的這個 政府化驗所 這個Forensic Science Division的報告呢 都是說明 不是幾 就是沒有什麼可能的那個是排泄物來的 就是他們都很肯定的是排泄物 的可能性是小的 找不到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呢 是找不到理由 相信那些是排泄物來的 那現在那個情形是這樣的 那正如大家知道呢 上次我都跟大家說了呢 就秘書處都是會 會進一步 加強在我們各個會議室的清潔和保安的工作 保障議員在使用這些會議室的時候呢 不會受到任何的干擾的 那些會議室呢 是很普通 就是很容易的 那些手工的問題 那麽快 大陸都可以用 所以這個問題呢 那個位呢 首先第一那個會議室使用的 那個使用率是比其他會議室低一些的 不是用得很多的 另外那個位呢 因為那個位置的問題呢 我們看過呢 也都是很多時候就算開會呢 都未必有人坐在那裏 那所以那個座位呢 可以說就是我們開始用了會議室之後呢 一路可能用得比較少 那如果在那個這個製作那些傢俬的過程當中 比如說那裏是用多了一些一些一些膠 或者一些膠呢積聚了在那裏 當時呢沒有將它抹得很乾淨的話呢 那留在那裏呢 如果有議員是 剛剛的譬如他的衣物接觸到 遮到 那就有這個可能性 那當然就是那件事發生之後呢 我們也就是 在全面再清理過那個會議室的那些傢俬 那所以就應該不會再 再弄髒議員的衣服 主席啊你上次呢 是否有沒有收到關於 還是會失業的投訴 或者是當中也會關於 就是當中是受到一些 議員聰明的發展 我一會再對摘這個問題先 先 還有沒有關於這個問題 主席啊你上次 你站上的時候都說呢 其實他當天發生事之後呢 就是不斷用酒精去抹的了 那可能就是 就是上去中群呢 未必可能做出一個結果出來 其實現在那個結果 是不是已經考慮了這些因素 或者就是 梁繼昌他自己有沒有去 作過證供 說會當時的味道是怎樣呢 我剛才都說了呢 就我們不能夠說 那個結果是百分之百肯定 那些是什麼來的 但是呢現在似乎是兩面 就是說無論是中群的一面 中群我們也都很明白 是因為我們用酒精抹過呢 也有可能會影響那個中群的那個效果 這個是事實 但是政府的化驗所就不是用中群這件事 直接用顯微鏡 還有用這個化學的分析去分析那些成份的 分析成份的結論呢 亦都是告訴我們unlikely 就是說那些是排泄物的可能性是低的 那而且它都找到一種就是 肯定的一個物質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就是urea formaldehyde 是用一般用來癡木的膠用 就在那些 直接就在那些污漬那裡 是有這種這樣的成份在那裡 所以到化驗的報告回來 我們只能夠做這樣的結論 那至於說氣味呢 政府的化驗報告呢 都有說了這一樣 就是他們是沒有 覺察到有氣味 就是有這個排泄物的氣味 那現在他們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呢 就這個氣味呢 是不可以用酒精披露的 就是酒精是會 可能有些殺菌的作用 但是如果是原本 有這個排泄物的氣味呢 不是說你用酒精抹過之後 這個就沒有了的 那他們是驗不到有這樣的氣味 那至於當日 梁繼昌議員和周圍的議員呢 當然他每個人的感覺可能不同 那麼就有得出來的那個 信息呢 就不是那麼一致的 那麼就有得出來的那個 信息呢 就不是那麼一致的 所以公司的科學院 他們不夠找到 那些細胞的細胞 其實是不夠的 那些細胞的細胞 所以可能 那些結果 都不夠尤其 但是 我們可以說 那些細胞的科學院 沒有證明 那些細胞的科學院 能自大 HR ah 那些細胞 能夠借出 封 parting 口 在消毒的部份 shame 穿 提供的材料叫做呂 Formaldehyde 通常使用在木材上 它是用在木材上的材料 所以我们相信 一个可能性解释 是这材料 在训练的房间的房间 在第一次的房间 我们试图在不同的房间 在其他房间的房间 我们也找到了一些 我们也找到了某种类似的房间 我必须说 这并不是结构 但是 似乎 有可能性 我们有可能性 如果有可能性 是因为 有可能性 或者是 是因为 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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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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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做了 会议室 我们不是开会的时候 其实就是上了锁 而且 我们公众地方的闭路电视 也是一直开放 大家都知道 主席 刚刚也有说过 其实自从上次之后 已经加紧清洁 但今天都还不够 你怎样去确保 下次会发生 特别的事 就是加斯 是否在质量方面 其实是有一个问题 接着才能令到 这种状况 不准备 加斯 我们一直使用 其实我们已经用了四年了 就是 这个是第一次 有议员投诉 是 衣服 被加斯 是 弄髒了 那 刚才我们说 抹到 这个也是 都是要很用力 在那个 加斯那里 反复去摩擦 才会有 那如果呢 的确是很容易 弄髒 议员的服装 我相信 这些衣物的话 我相信 很早我们就会发现到 那 我刚才说 在发现了这件事之后 我们也都 加强了清洁 我相信 就不会再有 类似的情况发生 这些衣服 那些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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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不批除 是否有人 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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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任何理论 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提出的 但是你一定要问 合不合理呢 为什么呢 什么人会这样做呢 做了会达到什么目的呢 是不是 你知道 我很喜欢看偵探小说 常常说三样东西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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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机 机会 和那个手段 就是mins 就是方法 是不是 那你第一件事 它有什么动机 这件事做到什么出来呢 它很明显 就不是针对某个议员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些座位 不是 不是这个偏定 是吧 机会呢 我们翻查过了 所有那些录影 那些闭路电视的录影 是没有任何可疑的人物 进过那间房子 没有任何人 在那个位置 做那些可疑的事情 是吧 所以 这些 当然我们可以 可以去 想象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 意义不是很大 我觉得 我再问了 你的党友 他不是说 在议会听到的精神多 精神多 精神多 神战 一来 就很多给予体 这些学会 就说他就是 每个机会 是患者 有机会说他可能 是法律的 就是 你怎么看你的狼狼 是否今次失业 是否应该在立法会 蔣立文議員 我知道 今天下午他也发了一个声明 对于他昨天说的说话 他做了一个说明 大家最好就问回蔣議員 看看他的声明 立法会没有收到这方面的声明 立法会的新造部 到今天下午为止 是收到七个市民的意见 关于蔣議員的那个 昨天发表的这个言论 差不多了 各位 会涉及 議員措手的问题 有违反了 我看不到有些什么 会不会违反了議員措手的问题 如果有人认为有违反 議員措手可以作出投诉 我作为立法会主席 我在那个会议上面 我不觉得 里面牵涉到什么措手问题 議員发言 当然如果有不恰当的地方 議員是自己要负责的 每个議員要为自己的 發表的言论是要负责的 想问一下今天 用了几次假去 就是几次人 今天我们未统计 昨天 我们其实由11点钟 开会开到8点 即使一共是9个小时 就是点人数 等人用了超过4小时 是4个小时多些 另外大家知道 早上我们用了两个多小时 去辩论 要不要用这个议事规则91条 暂停限制我们提问 口头质询的数目 结果就否决了 早上也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所以一下来实际上 议员能够作 即是就这个 質询 和恢复异毒 发言的时间是很少的 主席你怎么看现在的 议会下方的问题 即使没有那个数字 其实今天每一次 和中兴的那个平均议员 回来的时间 都是比较提高的 我只能在这里呼吁 当有这个 传召议员的中兴的时候 议员要尽快回来 但当然 议员 他选择 回不回来 什么时间回来 他可能有 他的各种的考虑 包括政治方面的考虑 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是变成一个 社会上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议员也都应该知道 无论是要点人数的议员 故意不回来的议员 和是很迟才回来的议员 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这个也都不应该由我来评论 我相信议员应该 每一个议员 都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是一个理论 我觉得不是由我们来评论的 制度上 制度上 我已经不止一次提出过 请我们的秘书署 请议事规则委员会去研究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未找到一个 是符合基本法 符合法律的办法 来到去改变这个现象 是未曾找到一个这样的办法 只是要论 对方说 does he agree 公主所在议员会 我认为我认为 不认为 任何议员会 的议员会 规则他们 只认为 法律才合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